变种病毒MU因为可能对疫苗有抗药性 引起各国警戒 继日本出现两例病例后 香港在3号也公布三起境外移入案例 南韩也出现三起病例 根据香港的通报记录 两例是6月上旬自哥伦比亚入境 6月8号确诊 其中一例为无症状感染 另一例是7月下旬自美国抵达香港 7月24号确诊也是无症状感染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一例确诊者已经打过两剂辉瑞疫苗 南韩3号公布的首三例都是境外移入 分别来自墨西哥、美国和哥伦比亚 香港防疫专家表示 MU病毒株或许会降低疫苗效力 但传播力是否比交叉更强 目前无法定论 MU病毒株近半的感染病例集中在美国 哥伦比亚则是盛行率最高达到39% 成为各国境内主要的病毒株 4到6月间引发第三波疫情 每天约有700名病患死亡 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为MU确诊者 目前因为可能对疫苗具有抗药性 导致疫苗失效 被世卫组织列为虚流疫的变种病毒 交叉疫情未退 病毒又不断变种扩散 各国纷纷传出新一波疫情 澳洲疫情6月底开始升温 当局希望加速提高国内疫苗覆盖率 先是向新加坡借了50万剂辉瑞后 三号宣布跟英国协商 又借了400万剂辉瑞疫苗 由于澳洲人普遍担心 AZ的血栓副作用 导致疫苗覆盖率迟迟无法提高 因此当局决定向其他国家 预计辉瑞疫苗 盼望能增加施打意愿 而澳洲预计的疫苗 预计在年底前交还英国 欢迎新闻 土文君综合报道 欧欧 美国就业市场仅零大坐 8月新增就业人数23万5000人 不但低于分析师原先预估的75万人 也远低于7月上修后的110万人 是1月以来最差的表现 不过 所幸8月的失业率降为5.2% 创下疫情爆发18个月以来新低 分析指出美国参旅业半年来 平均月增35万人的就业 但是8月几乎陷入停滞 也显示Delta变种病毒 萊藻局已经打击美国劳动力市场 尽管美国联组会主席鲍尔事先预打了强心针 然而最新就业数字不漂亮 也引发市场关注 是否将影响领主会 年底开始缩减购债规模的时间表 而拜登3月签署的美国救援计划 所加码的美中300美元疫情失业补助 9月第一周结束 超过700万人将受到影响 尽管美国职缺数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分析指出 失业者并不一定会因此更积极的求职 可能有人情愿杜小苑准节开支 因为认为重回职场还是不安全 而疫情隧道难见出口亮光 恐让美国的经济复苏被迫走走停停 欢迎新闻 陆小平最后报道 全球目前总确减数达到2亿2100多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457万例 亚洲疫情有趋缓迹象 不过为了一方万一 日韩都有意延长现行的防疫措施 欧洲方面则是应得两国疫情有升高趋势 正设法提升接种率来压制感染区限 美国则传出20号将展开疫苗追加计划 环宇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截至台湾时间9月5号中午 亚洲方面马来西亚度过8月底 日增确诊数逼近25000例大关后 缓步下降 最新通报190057例 因为防疫不利黯然下台的前首相慕尤丁 据传将获任命为经济复苏委员会主席 越南过去两周持续日增病例破万后 也有所降温 最新通报9566例 当局表示德国承诺 捐赠250万剂AZ疫苗 成为送给越南最多疫苗的欧盟国家 印尼一周来维持低于日增1万例趋势 过去24小时再通报6727例 疫情重灾区亚加达卫生局表示 当地一周来检测阳性率已经降到4.3% 表示目前疫情有所控制 南韩疫情时好时坏 维持在日增1500例到2000例向下 最新再添1490例 政府决定为防止中秋廉假后确诊暴增 宣布各地现行防疫等级措施延长到10月3号 日本8月下旬 借扩大紧急状态宣言 换步压低感染曲线 进入9月后降幅明显 最新通报16000多例 不过日美报导政府有意针对东京都 大阪府等重度疫区延长两周宣言期限 印度持续维持日增病例在45000例上下的高原期 最新在天快43000例 专家悲观预测受今年第二季疫情重创 2021年GDP增幅约在11% 已经是印度今年能达到最好的成果 美国方面近期日增病例维持逼近20万例趋势 不过最新通报确诊数大幅下降到快6万例 消息人士透露 追加疫苗计划可能20号展开 初步警线辉瑞接种人士 最后看到欧洲 英国疫情前景不佳 即前一天日增破4万例 达7月底以来新高后 再通报37000多例 数据显示 8月29号到9月4号 确诊数比上周再高2.4% 德国疫情同样不乐观 近两周日增确诊数在15000例上下 最新通报数些微下降来到8878例 当地完整接种率61% 低于其他欧洲国家 卫生部长石巴恩呼吁更多人快接种 避免年底医院量能符合不了 法国从8月底至今 日增确诊趋势逐渐压低至2万例 最新通报13000多例 劳动部长伯纳表示 若疫情持续趋缓 有可能松绑大型购物商场的 健康通行证限制 西班牙周末 未更新数据 维持在3号的6310亿例 当地完整接种率 已经达71.5% 12到19岁人口有快四成 也已经完整接种两季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